小錢包和短夾 哈囉大家好 今天想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我自己收藏的五款長夾 那我之前做了一支影片來分享我的小錢包跟短夾 今天想說可以分享一下長夾 我覺得錢包這種東西真的是非常personal的 因為每個人的需求不同 所以使用它的方式也會不一樣 有些人就會很喜歡很簡單體積非常小的錢包 可是我也有很多朋友是很喜歡用長夾 因為他們會覺得說如果沒有把所有需要的東西全部帶在身上的話 他們會覺得非常的沒有安全感 我自己近幾年是比較喜歡用短夾的 因為現在小包包比較流行 然後很多長夾是放不下的 雖然我平常比較少用長夾 可是我覺得如果要出國的時候長夾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所以挑選長夾的時候我會買放得下護照的 會稍微比較實用一點 今天總共會介紹到五款長夾 不過當中有兩款是我自己都還沒有使用過的 就是全新的 所以其實我沒有辦法跟你們分享一些使用心得 不過我覺得也是稍微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然後比較一下每一個款式 也許可以幫助到你們選到非常適合自己的一款長夾 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款長夾是這個 它是Chanel他們家非常經典的長夾 它的特色就是它可以直接這樣子打開 它是沒有任何的拉鍊或是扣子的 這個是我買的第一款Chanel的錢包 這個錢包我挑的顏色是一個大紅色 配上一個仿舊的這種銀扣的 我買的這個皮革是它魚子醬的這個皮革 因為我覺得這個皮革它是真的比較耐用一點 那這個錢包它打開來之後 左邊這邊總共有八個可以放卡的夾層 然後它後面這邊還有兩個夾層 你可以自己塞一些收據或是鈔票之類的 然後這邊分別也有一二三 三個不一樣的口袋 還有一個就是可以放零錢的夾層 這個裡面也可以放非常多的零錢 當時我會挑這一款錢包的原因是因為 那個時候我才剛從加拿大搬到香港 那個時候我也沒有香港的身份證 所以我其實常常需要帶著我的護照出門 然後我就會把我的護照呢 直接放在這個最後面的這個slot裡面 這一款錢包呢 我之後把它當做一個出國的時候用的錢包 因為我覺得長夾的好處呢 就是它非常的好拿放東西 像是它的卡片這裡呢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所有的卡片的排放 在這邊呢 因為它有不同的夾層 你也可以放不一樣的currency的鈔票 所以我覺得它分了一起東西來也蠻方便的 它的容量呢也算是還蠻能裝的 然後我還蠻喜歡它這樣子可以直接打開的設計 有時候出門如果你只想要帶一個錢包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把你的手機這樣子塞在裡面 然後呢這樣夾起來就可以出門了 這款chanel的錢包呢真的是很經典又非常的實用 你們也可以看到我在這個邊邊呢 已經稍微用到它有點染色了 這個錢包呢我覺得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缺點 如果一定要說一個缺點呢 我覺得有可能就是他們這個錢包裡面使用的這個皮革 有時候可能指甲比較長或是有鑰匙的話 會比較容易刮到這種皮革 所以我記得我當時在使用它的時候呢 我在拿卡片的時候呢我會非常的小心 除了這個以外呢我覺得這個錢包真的是非常的適合日常 或是出國的時候使用 總體來說呢它是一個很classic的chanel他們家的錢包 然後它的實用性也還蠻高的 所以我還蠻推薦的 接下來要來分享的這款錢包呢 其實我從來都沒有使用過它 我是好幾年前買的然後一直捨不得用 不過我最近把它拿出來之後呢 我覺得它還是一個很漂亮很好看的錢包 它是Balenciaga他們家的這一款 Giant 12的這個錢包 這款錢包呢是我好幾年前在加拿大的時候就買了 當時買它的時候呢是Balenciaga 剛出這種小銀扣的這個系列 應該叫做Giant 12吧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如果你們有看我上一支錢包的那個介紹的話 你們應該知道就是我很喜歡買粉紅色的錢包 其實好像所有的錢包當中我沒有買過任何黑色的錢包 因為我覺得可能亮一點的顏色會稍微比較活潑一點 然後我自己呢也比較喜歡粉紅色 所以我挑錢包的時候呢我都會買一些粉紅色跟紅色系列的 這款錢包它是直接這樣子打開來的 然後它的裡面呢是這樣子打開的 它中間的這個口袋呢其實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你這樣子把它翻開之後呢 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所有的卡片 它總共呢是可以裝八張卡片的 在這邊呢也有兩個分類的這個格層 前面這邊呢還有一個這樣子的口袋 然後它前面放零錢這邊呢也還蠻能裝的 這個錢包呢它這個外面還有一個這樣子的拉鍊 它是一個小口袋 所以你其實可以在這個小口袋放一些像是SIM卡啊 或是放一些小手勢之類的 這款錢包呢它其實也可以塞得下護照 而且呢我那天還試了一下 它還可以放得下我的手機 可以直接這樣子塞進去 然後它是可以完全關得起來的 這款錢包呢我沒有使用過它 我覺得有一點點可惜 因為我覺得它其實它的皮革呢也是很耐刮的 它又非常的能裝 所以它也算是一款很實用的錢包 那因為Balenciaga這個品牌呢 它們最近已經轉型了 所以我相信在店裡面應該已經買不到 它們這樣子的這個款式了 不過呢我想說還是可以稍微跟你們分享一下 因為其實市面上呢還是有很多這種類型的長頰 然後呢大概是有這樣子的裡面的設計的 所以想說可以給你們參考一下 接下來要來分享的錢包呢 應該是我這五款當中我最喜歡用的一款 就是這個 這個是Prada他們家的這個信封錢包 那我發現呢我好像很喜歡買Prada他們家的錢包 那其實原因呢就是因為他們家的這個皮革呢 是那個Sappiano的皮革 它是一個比較硬挺 可是它又是很耐用很耐刮的一個皮革 這個Prada的長頰應該是我買過他們家的第四款長頰了 前面呢就是一個這樣子的信封袋的設計 後面呢就是裝零錢的這個夾層 這個裡面呢它打開來也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隔層的 我剛開始買它的時候呢我完全沒有想到我會非常的喜歡用它 我當時呢就覺得它的外型很可愛 然後想說它也放了一下護照 可能也可以放一些鈔票或是放個支票本之類的 我買的這個呢其實是第一代的 它新出的那一代呢在這個裡面中間這邊呢會有一個 可以篩好像三四張卡片的一個小夾層 可以很快的就找到你想要用的卡片 我的這一款如果要找東西的時候可能會有一點點困難 可是對我來說呢從來不是一個問題 這個錢包呢我都把它當作我回台灣用的一個錢包 因為我回台灣的時候呢會有兩本護照 然後我在台灣沒有信用卡 所以我回去的時候呢通常都是領比較多的現金來用 雖然它從側面看起來有點薄薄的 裝不了什麼東西 不過我通常放了兩本護照 然後放了鈔票還有放很多收據其實完全都塞得下 它後面的這個零錢的地方呢也非常的能裝 這款錢包呢我其實非常的推薦 我覺得日常用它的話不一定非常的方便 因為它可能比較難找東西 可是如果要出國的話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接下來要來分享的錢包呢 又是一款我從來沒有使用過的錢包 不過呢它也是所有錢包當中最貴的一款 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呢是愛馬仕他們家的Bearn Wallet 這款錢包呢我必須要說 我真的是有一點衝動之下去買的 那個時候我才剛喜歡上愛馬仕 這個錢包呢是我第一個看上他們家的單品 我覺得它的這個設計呢很簡單 然後還蠻低調的 當時呢我是在台灣的Bella Vita的那個愛馬仕店裡面看到的 那個時候我就問了貴姐說有沒有粉紅色的Bearn Wallet 她就拿了這款出來給我 錢包它的顏色呢是唇膏粉 然後它的這個皮革呢是一個山羊皮 你可以看到它的紋路呢是還蠻明顯的 我還記得我當時在店裡面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皮的時候我稍微猶豫了一下 那個貴姐可能看到我在猶豫她就跟我說 真正懂愛馬仕的人就會知道這個皮革非常的難得 當時我聽了這句話之後我就想說好吧把它買下來 其實這個皮革呢我覺得也是看personal preference 那它其實算是比較有光澤一點的皮革 可是它其實也算是耐用的 我買完之後呢其實一直都沒有機會使用它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長甲 它的這個裡面呢長的是這樣子 它在這邊呢總共有五個放卡片的夾層 然後它後面呢有一一二三 三個不一樣的分類的格層 在這邊呢也是一個可以放零錢的地方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這樣子的口袋 這款錢包呢其實我很喜歡它的外觀的設計 然後我覺得它裡面的這些分格的設計呢也做得非常的實用 這款錢包呢如果要放護照的話就稍微比較勉強一點 不過呢它其實還是放的下的 如果要放的話其實可以放在這個最後面這個比較大的口袋裡面 它是關的起來的 不過它會在這邊有一點點這樣的gap 錢包本身的開關是這樣子一個小皮帶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放護照的話 它其實還是可以放的下的 我剛開始買回來然後一直捨不得用的時候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擔心它這個皮帶的這個開口呢 很容易就是用久了這個皮會變得舊舊的 或是很容易破掉或是髒掉 不過我身邊呢也有朋友有他們家的這一款的短夾 那它用了很久之後它說其實非常的耐用 也不太需要擔心它這個開口的地方 那這一款錢包雖然我還沒有實際的使用心得 可是我覺得如果我很喜歡用長夾的話 這應該會是一個很適合我日常的一個長夾 本身這個長夾的大小呢 會跟這樣子的長夾比起來的話 這個會稍微比較小比較compact一點 所以這一款呢我相信它也是一款很好用的長夾 想說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好那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最後一款長夾呢 就是這個 這個呢也是愛瑪士他們家的一款錢包 它叫做dogan duo wallet 那這款錢包你們可以看得到它的體積稍微比較大 它比較像是一個travel wallet 或是甚至有點像是筆記本的設計 這款錢包呢我本來是挑給我老公用的 因為我覺得它就是平常出國要帶的東西比較多 所以我當時看到這款的時候 我覺得還蠻適合它的 結果老公用了這款錢包他就愛上了 然後他有一次呢看到了一個藍色的 他覺得那個顏色他比較喜歡 所以他就買了那一款 那這個呢就被我拿來用了 卡卡萊呢也是這樣子把這個小皮帶把它抽出來 然後可以這樣子打開 那打開來了之後呢我覺得它裡面的設計我非常的喜歡 首先呢你可以看到它的第一層呢可以放兩張卡片 前面你可以放一些比較常用的卡片 那因為我平常把這個錢包呢當做travel wallet 所以呢我在這邊呢前面放了一個小小的這個卡帶 這個袋子裡面呢都是我的一些出國用的SIM卡 在這邊放信用卡或是放一些什麼累積里程數的一些卡片呢 我覺得都非常方便 再來呢它的第二層呢是這樣子的 然後它可以這樣子直立式的插三張卡片 然後還有一個這樣子很大的這個口袋 當然這個錢包呢如果你要放護照的話 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就直接這樣子塞進去 那這款錢包呢我覺得它最實用的地方呢 就是它最後面這個隔層的這個小錢包 這個錢包呢它是可以直接跟這個wallet完全分開的 所以我覺得它在使用上面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 常常出國的時候呢當我到了hotel然後要再出門的時候呢 我就不會想要把這麼大的一個錢包帶在身上了 所以平常呢如果我換了小包包的話 我就會直接把這個小錢包從這裡面抽出來 我就會把一些鈔票呢直接放到這個小錢包裡面 然後它其實也可以放得下還蠻多東西的 然後在這邊呢我可能會放一個信用卡 然後放一個這樣子的地鐵卡 所以如果要搭地鐵的時候呢 你們可以把這個錢包直接這樣抽出來 然後逼一下就好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這款錢包我覺得它唯一的缺點呢 就是它的價格比較高 如果你的預算稍微多一點的話 我覺得你也可以考慮一下這一款 我買的這個長頰呢是愛馬仕他們經典的這個金色的皮革 然後配上了銀扣 那我很喜歡它上面有這個白色的stitching 我覺得會讓這個整個錢包看起來就是稍微比較有質感 而且比較classic一點 然後因為它的這個Togo的皮革非常的軟 然後我覺得它的手感也是非常的好 那我用了好幾年之後呢 我真的覺得它算是一個很耐用的一款長頰 所以想說可以在這裡跟你們推薦一下 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我自己收藏的五款錢包的一些介紹跟對比了 其實不知不覺呢在過去的大概十年當中 我已經累積了非常非常多的這些小皮革了 不過說真的不是每一個都用得到 也不是每一個都很實用 所以我最近呢真的比較理智了 也很少再買這些小皮革了 那我想說既然我的collection當中就是有這麼多款 我就想說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也許呢可以幫助到你們挑選到一款比較適合自己的錢包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這個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就不要忘了在下面幫我like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我們就下一個video見吧 掰掰 我們知道沒錯 再不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在這支影片中央市 我在想不想了 這支影片中央市來字幕後 這支影片中央市來想欣賞 在這支影片中央市場 我們可以做到一支影片中央市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